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张大仙 要说S13赛季版本之子是谁 莫过于最近风头正式的 纳可露露了 可当纳可露露配上第七件 神装明世影究竟会发生 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那么今天大仙就带大家看看 纳可露露加明世影 双人合体流套路 纳可露露拥有超高的机动性 与爆发能力 尤其是他的百分比伤害 后期就算面对战士坦克 也拥有十分恐怖的秒杀能力 但是他的缺点在于 前期伤害不足 缺乏控制与保命技能 打团时进场很难活着出来 但如果有个技嘉伤害又加双抗 关键时候还能买一口的明世影 与纳可露露进行双剑合并 那简直就是逮谁谁爆炸 并且明世影还是王者中央露露中 少数可以拥有两个斧子装备 收益还很高的英雄 敬畏荣耀贴合他加属性的功能 而就属之意可以保人 都可以给纳可露露进行很好的争议 一技能是明世影出门必学的技能 开局明世影牵着纳可露露进行野区刷野 快速升到四级 而二技能则是明世影的主点技能 因为明世影的链子增加或者减少的属性 由二技能的等级来决定 二技能等级越高 所提供的属性也越高 四级明世影可以给纳可露露增加100左右的攻击力 而15级的明世影则可以增加200多 相当于多了一把破军的攻击力 如果面对的是法师和射手 明世影可以使用子链削弱敌人的输出能力 让纳可露露更重庸地完成击杀 当面对的是战士坦克时 纳可露露百分比伤害 以及明世影的大招增伤 就算坦克在他面前也脆得跟纸片一样 打团的时候 明世影子链牵着纳可露露增加伤害 让纳可露露落地一套完美秒杀 当纳可露露进入技能真空期 明世影则可以帮他进行控场 切换黄链子帮纳可露露增加双抗 保证他生存 并适当利用被动平A 眩晕牵制住敌方 当敌人支援来追击时 明世影一技能减速效果 可以说王总料理最强的单体连人技能 只要链着命中敌人 明世影就可以不停地拉走位 牵制敌人 为纳可露露创造反打条件 敌人想追追不到 想走走不了 必要时 明世影还能用大招 给纳可露露极限回血 保证他生存输出 就为你怕不怕 怎么样 这个双排套路赶紧走起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王者镜头随为风 鱼与大仙都点目 每晚七里半 斗鱼六八八 都不见不散